大家好,这里是智昂杰财经观察 今天我们继续在聊三农的问题 其实三农的问题涉及到方方面面 其实简简单的你就在农村地头了 它既有经济学,也有社会学 然后有法律的问题,其实也有地产的问题 对吧,我们现在就主要讲地产,税收,社会公平分配 然后这时候我们就提到房产税和农村地产的大饼了 这农村地产的大饼很多人都盯着 对吧,这个农村地产的发展 其实这个农村地产的发展 我们在2010年的时候,我写房市的时候就在说 以后中国的农村,中国真正的富裕 把农村的房子都盖成像西方的那种小洋楼那样的品质 不未必是那个样子 中国要盖的可能我们的四合院是另外一个样子 盖成西方小洋楼那样的高品质的住房 实际上你像农村那些房子 直接说了嘛,人就是别墅区 而且这一轮的发展 在我十多年前的预测 也就是说到现在为止 中国还有一轮 就是说这个农村的地产发展起来 就是说还有一轮 这一轮的时间 就是可以跟大家讲 就是从现在要开始 其实在当时 我们对于中国的土地地产的长期的规划 像这个规划就是说什么样子到政策底 什么样子走 18年一个周期 在我12年前写的书 大概10年前出版的就提到了 然后中间什么时候有调整 都提的很清楚 你可以看我那个房市的那书 然后实际上就是农村的住宅 在一些很好的地方的住宅 它会别墅化 它别墅化了以后 它就相当于是个别墅 所以这个地产呢 当然是有巨大的利益 这个大饼了 对吧 这个大饼呢 其实还要说 这个大饼归谁 其实这个大饼呢 其实现在谁都看到了 不光是地产商看到了 那个三农专家也看到了 农业资本也看到了 各种到村里呢 金融化也看到了 你就包括呢 你像他 我曾经转过他一个文章嘛 他2004年 2005年的时候就开始说 为什么农村不能金融化呀 金融化到了农村 村民要把你打出来呀 你和现在说呢 这个农村呢 要确权 要什么什么 要能让农民贷款 你要注意啊 他这个说话是变化的 什么时候说什么样的话 说的话呢 不一致 我那么转类以后 有人说我有洛阳产 你看他说的话不是挺对吗 你当年说的话 今天看呢 挺对 但是呢 他今天说的话 和当年说的话不一样啊 对吧 他今天说的可不是说 不能贷款 不能金融 他今天说的是啊 农民的这些房子 都能抵押 都确权 都能贷款 能消费 对吧 他有了钱呢 他在外头打工啊 他就可以贷款 可以去消费 消费那什么 我们也可以看一下 他怎么说的嘛 比如说我要出去打工了 或者我要出去经商 我需要一百万 那我的田地 或者我的房子 我作为抵押品 抵押给你们基金会 基金会很容易找得到 村内接受抵押品的 经营户 先把这视频看一看嘛 你对应到呢 他前2004年说的 你可以看一下 村民要把它打出去 和现在呢 说的你看嘛 基金会 基金会呢 可以找到什么呢 经营户 什么叫经营户啊 那叫下乡资本 乡协 叫经营户 对吧 然后呢 基金会呢 你像当年 他就办基金会的嘛 人家跟毛于世 毛所长一起办的 基金会 人家最早投的创始股 说呢 你赔钱呢 别人放里头放钱 那个是保本保利息 他的不保本 不保利息 好像说的挺好似的 你说起来 人家保本保利息的 那不是叫做 在里头存款嘛 不保本 不保利息的是什么 股东老板嘛 这很清楚啊 所以我们看一下呢 你看这个图 跟毛于世 干什么的 而且呢 办了不止一个 还有专门的研究 还写过文章 什么的 把这些事对起来 要知道什么 其实这个农村地产的大饼啊 开发商也盯着 农业资本也盯着 但是开发商呢 变成商品房开发 他有一个巨大的障碍嘛 就是国家的话 我们前面说了 你首先得国家收储 国家呢 得批准了以后 得招牌挂 招牌挂以后呢 中间的差价都归国家了 是这样的情况 那你要变成呢 农民这样的卖呢 原来是不许农民交易的 现在呢 你现在能交易了 你像呢 他前面那个戏视频 不就讲上海的那个人 多少多少 就跑到了浙江的渔村去了嘛 对吧 跑到那呢 你就买了第一站的房 说叫投资 实际上呢 住别墅去了嘛 占有呢 千木山的风光好资源 这个资源呢 到底属于谁 我们前面也说了这个问题 所以为什么说 有关呢 有时候要收房产税 我们就这样子 就说到房产税的问题了 原来说房产税的时候呢 我们就说有个法理 你看如果是 我们从开发商那买的地 开发商呢 就政府就招牌挂了 又收了国土出让金 那相当于什么呢 这个房子和这地呢 跟政府签了一个约 你签了约以后 约定呢 我们用了多少多少年 然后呢 接着对不起 政府说了 我们签这个约 我们的约我不改 我给你增加税 其实在在国际上呢 这叫做标准的政府违约啊 你跟人家签好了合同了 原来没税的 政府呢 想改着合同 他不说改着合同 他增加多收的费用呢 他叫做多收你税 标准的政府违约 而且如果呢 这个企业如果拿着这个地的呢 是个外企的话 那甚至呢 那个叫做什么 国家信用险 他可以国家外交途径 找你麻烦的 就是说他法理有问题 但是你这个村可不一样 这村的土地啊 是集体所有 你集体所有的土地呢 你为什么要收这房产税呢 因为国家的话 好多大压的投资嘛 说的挺清楚的 人家三中专家也说了 国家有大量的涉事性投资 你包括那个渔村 它不是一个穷山村 关键是什么 它有通的路对吧 有专门的国家修了的路 能到那水啊 电啊 气啊 网络啊 什么都给它覆盖 你要不给它覆盖 你看它那个村值钱吗 你像大深山里的 穷山僻壤的村 人家想出来 都要走多少里山路的 我相信上海人也不去 它实际上就是 国家的这样的投资 凭什么给上海人 咱还不说给农民 农民你说了 你要营造了一个话语环境 说农民被掠夺了 该补偿 现在是上海人去了 当年你不是介绍说的 这是上海人掠夺了农民吗 那好多支持城市吗 工人掠夺了农业吗 返埔农业吗 你上海人去了 这样这好处算什么呀 介绍这个渔村先进经验 一张嘴呢 就是养上海人 对吧 你可以再看看 它相关怎么说的 渔村 本村人口不到一千 八百多人 上海人三千 渔村投资四个亿 都不是本地人投的 上海人投的 因此现在渔村变成了一个非常有名的村庄 有名在哪 有名是上海人的创意能力 远远高于渔村本村人 所以城江融合大量吸引市民下乡 就是一个生态化的重要趋势 把这视频看完 你就知道什么 现在整个呢 就盯上了这个农业地产的大饼 而整个这个农村啊 你能别墅化 能房地产值钱的 很少一部分 一个呢 城中村 一个呢 城市周边 一个呢 在交通要道 对吧 一个呢 是占有 非常好的像天目山这样的生态资源 那其他都占有了别的资源 你看那个在交通要道啊 交通什么的 那都是国家对交通的 设施性的投资 你在城市边上呢 实际上已经跟城市的发展是有关的 你在城中村 实际上是因为城市里头 有大量的基础建设投资 包括城市周边也是这样 所以你这样的增值啊 不应该属于你这个村 而这个呢 应当通过房产税收回来 就包括当时房产税立法的原理是什么 就因为你这个房子 是享受了公共的基础建设的服务 所以呢 你这个房子呢 要收回来 而那个你要交土地出号金 招牌挂的是什么呢 你当时的这个土地费用 就是来建设这个基础建设服务的 你要明白这中间的法理和财富关系 而这个钱要收回来干嘛呢 我们也不说说城市要要 国家要要 城市掠夺农民了 而是说的什么 这笔财富国家呢 就是给农民的 不能呢 你看上海人到这村去占了 不行吧 也不能变成你这个村的里头的某些乡贤 某些人的小集体占了 不行吧 因为广大的农民 里头能够像你说的这渔村这样呢 就做这种开发 有这样的资源和这样的条件的 最多10% 你不能把10%占了 不管那90% 这才是这个问题的关键 所以我们要讲的是什么 你要收房产税 收上来以后这个房产税 城市人也不用要 把这房产税来干嘛呢 去建立这个农村的养老保障制度 社会保障制度 你像我们在农村 你要建立它的社会保障制度 你叫国家拿钱 叫城市人去拿钱 国家的税收货干什么的 这个钱的话充不住啊 而且国家本身 你往农村的各种设施性的投资 就是给农村的 所以这笔钱呢 你要说上海人通过房地产开发 新一轮的房地产开发 你把这钱要套取的话 那不让你套取 这笔钱拿出来建设呢 农村他们的养老 因为这些农村呢 现在很多成为了老人 他以后呢 他后代啊 他已经不是农业人口了 所以关键要这笔钱拿出来以后 保证他们的养老 要通过呢 这税收出来 保证他们的养老 保证村里人 就是说这个钱啊 你一定要算大账 你否则的话呢 你觉得好像什么都要社保 社保越来越好 你国家财政垮了怎么办啊 你像前面一次淋巴危机 西方的财政普遍的垮台的 其中一条 就是社保支出太高 让他那个财政呢 赤字不断 你现在包括西方的很多国家 还是这样的问题 除非呢 他有金融霸权 或者呢 他有丰富资源 你像在对于中国呢 这两条可能都站不着 中国需要的是什么 一方面是需要我们建立了这种保障 另外一方面 我们一定要给这保障呢 找到他的资产来源 不能 让这个保障 它中间崩盘 如果是中间这个保障 出问题崩盘 那就不是说啊 这个里头的保障 没了的问题 它是整个社会安定 没了的问题 对于国家来讲 就是亡党亡国的问题 人家看得很清楚 现在呢 给到处喝鸡汤 说你保障 然后后头想着呢 是你将来你为之不下的时候 亡党亡国 但是呢 我们呢 不是说不要这个保障 我们是要这个保障呢 是建立一个方案 这保障从谁那来 钱从哪出 资产在哪 当然了 你看嘛 人家三中专家也说了 这生态资产啊 第三资产池啊 这些资产池的话 干嘛 它不是给有钱的资本去投资的 它一说就资本去投资 债务是什么 资产是分母 债务是分子 你们可以多负债 变成都是资本 那是不行的 尤其呢 你这种第三资产池 你这个又变成呢 前面我们说了 美国发一张纸 中国呢 对六张纸 美国资产也可以来啊 对吧 美国资产呢 靠这种货币的兑换呢 有的时候是直接来 有的时候间接来 间接可能还有白手套 有的时候汇率管制 也未必能全都管得住 拿过来呢 一起对到你的资产池里 对吧 甚至通过外汇占款 人民币发行什么 来对到资产池里来 你来承担 这就不对了 这是案子等于呢 承担了全民 或者呢 这中间的好处 被套到了某些人 而这个套的这些人呢 他来指责 什么房地产 开发商很黑 实际上呢 他自己想要 他呢 其实是净水楼台 更容易得 就是你开发的资本 不要进来 然后呢 他办的基金会 所谓的什么基金会啊 什么的农业下乡资本 农业资本呢 什么乡咸啦 先把这些都收了 而且呢 好像某人也有一些 什么乡咸的组织 什么爱故乡 回乡啊 什么等等等等啊 还有好多故事的 一个村一个村的买地 找到呢 有生态资源的地方去买 大家知道吧 那生态资源呢 会价值重估 整个呢 在中国到了现阶段 他从原来的 他也看得很清楚 原来工业化发展 变成生态化发展 但是生态化发展的生态 属于全民 而不是属于某个村和小集体 这是这事的关键 变成了生态化发展呢 在里头有一个价值 在分配的问题 价值呢 到底归谁 这是很重要的问题 所以他这个价值呢 要怎么样 揣到他自己兜里来 这是很重要的问题 所以我们现在就要讲啊 这个到底这个财富呢 是归谁 财富的运转 是怎么运转的 整个呢 这个大饼啊 这时候我们就要谈啊 税收调节了 某些人老在谈那个房产税 说我反对房产税 我刚才说我不反对房产税 房产税 我就说了 重要的税收调节是很重要的 前面我就说了 中国要挣房产税的时候 先对没有中国国籍的 外籍在中国有房产的 我们先争一争 对吧 后来呢 我们又说了 要挣房产税 你先试试点 看看能不能往租户转上呢 你先对深圳城中村的那些房书房婶 有好多房 给农民建立起跟城市一样的社保体系 你不能说社保体系 我交了钱 交了社保是为了保障我的 结果呢 你说了 农民没有 你们一起吧 给农民分一个羹 这本身对城市人也不公平啊 农民的这些资产 你这里头呢 占有的这些资产 该有的什么的 你不能呢 被某些少数人占有 然后呢 再到整个城市呢 那些所有的 那全民的那些城市里头的社保 再挖一勺子去 那事是做不得的 所以我们把这个东西啊 分析清楚 就明白有些三农黑嘴啊 是怎么获国殃民的 国家的利益的话 顶层设计 到底该怎么样 这些资产 就国家和民族的核心资产 绝对不能呢 变成它的资产池 变成资本呢 可以在里头获获 所以我一直在讲嘛 我这人呢 不出去 所以不许他霍霍 就是这个意思 谢谢大家 本期话题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 再见